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总说吴磊很会赶时髦, 思问起来的模样你估计没见过? 说起吴磊的衣品,大家对他的评价还是比较一致的,觉得这个人很会赶时髦的。 他的衣品张扬,有个性,和同龄的人相比的,绝对是走在时尚前沿的。 先来看几个造型感受一下,先看看这模样的吴磊,穿着复古的背心和裤子。 这顶帽子像极了农民伯伯,种地时候戴的帽子了,如此精致的男孩子用这样的打扮。 还真是穿出了一种时髦感,不然一般人谁敢这么穿啊? 出席活动也不穿正式的西装什么的,穿的是这样闪闪发亮的西装。 搭配了牛仔裤,里面穿了件衬衫也是蛮有个性,另外,他的这个领带特别时髦。 出席活动的时候也敢这么戴,也只有他了吧。 不过,总说吴磊很会赶时髦,思问起来的模样你估计没见过? 来看一下。 穿着白衬衫戴着圆形的帽子,还戴上了眼镜,吴磊的这个样子。 像极了在欧市校园里好好学习的小伙伴,看他的模样。 好像还是个学霸的状态啊,小编想给吴磊点赞呢? 你看,穿着背带裤和衬衫,还打上了领结,这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的模样。 感觉很是乖巧啊,思问起来的吴磊是不是也特别帅呢? 尤其是这个背挺得特别直,小编还是喜欢的。 另外就是这样的吴磊,穿着校服的,看他看着书本的样子。 小编看到了他眼睛里都像是放着光呢,所以,思问起来的吴磊也是帅气十足。 特别有魅力,估计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生也不少吧? 穿着白色针织衫,穿着破洞裤,戴着一顶帽子好像还有些时尚的,但是呢? 背着书包,拿着笔写字的模样把小编吸引了。 这思问的样子小编感觉更加符合吴磊的气质吧,以后能不能一直这样呢? 不过,吴磊的思问模样毕竟还是少见的,这样的吴磊帅吗?